美妝新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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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彩妝師Azров SeatBook與你一起分享美妝新生事 我們進來來分享一下 然後順便也聊一下打亮以及修容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會先做一點點輪廓的修飾 那輪廓修飾其實這樣講好了 每個女生都很喜歡讓臉低一點 小一點 甚至呢很多女生喜歡像是V型的臉蛋 所以需要一些所謂的修容的色調去做選擇 我會建議在選擇的顏色 可以選擇盡量就是帶一點點咖啡色系的 然後一點點的微紅也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同時間可以讓栽紅的位置去做一個連繫 所以呢少量的一點點 然後呢記得先找出我們原有的修容位置 這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輪廓位置找錯了 你的臉型反而不會那麼的好看 好 那首先呢找的位置很簡單 你就可能就是利用手指頭的話 輕輕的按壓兩頰 找出顴骨下方最凹的有個骨骼的位置 或者是我們可以先請模特呈現嘴巴O型的樣子 這樣的話就可以找出輪廓線了 非常非常容易 好來抽起來吧 我們找出位置之後呢 記得量都不要多 少量多次的方式去做輪廓的修飾 就是千萬不要一次貪心把顏色做得很重 有時候呢你顏色也放上去你會不容易推開 所以呢可能有些女生修完絨之後她走出門 大家很好奇看她為什麼 因為她有落腮活 所以顏色的選擇之外運用的顏色的量 就要特別特別的去注意 千萬不要多 那我的建議就是少量多次 慢慢的一層一層的去 修飾出來就可以了 好來我就像這樣子 它事實上來講輪廓度就會有一點點 然後你看好喔 簡單的比較立體度就會出來了 我們稍微回來 另外一邊讓大家看一下還沒有修容的樣子 好再轉回來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可以做側面的輪廓 當然我們也可以做到比如說鼻翼兩側 這邊的修飾也都可以 那那個話我們之後再來慢慢聊這個部分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做到打亮了 那打亮是這幾年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比如說很多女生看了最近這兩年的IG 很多會做所謂的提亮 T字提亮 下巴提亮 那是唇骨位置的提亮 那我們通常先介紹一下就是在這個位置的提亮 我們常講C字的位置 好 打亮很重要喔 那當然打亮的刷子也很重要 如果你選擇今天的這支刷子是比較扎實的毛質 你打出來的位置它可能會像鏡面一樣反射 同時它好像過度的膨脹 那東方人我就建議可以選擇像這種扇形的刷具 因為它刷出來就是會有透亮的質感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這個亮度太過於的明顯 所以利用這樣扇形的刷子慢慢去調整就可以了 你看我只要一點點的亮 然後慢慢的由眼尾的部分向外把它順開來 就會很好看來 那我們側面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光澤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甚至眼下可以帶一點點在尾巴的位置 把它順開來有沒有像這樣子 我們稍微轉動一下來看這邊 那個光澤就會非常漂亮 那我建議選擇的顏色呢 就是比較選擇帶一點點膚色調的都沒有關係 那如果除非說你今天想要就是非常閃耀 可能這是遠遠的從門口大家都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選擇前面我們提到的像是獨角獸的顏色 非常閃耀或是銀色調也都沒有關係 好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做哪裡 比如說T字部位 這個也是會建議可以稍微帶一點點的 亮度其實很漂亮 那當然說如果說你只是為了要拍照 那你當然我會建議你可以稍微多一點沒有關係 還有呢希望說鼻子比較挺一點 這個位置 稍微多一點點也是可以的 好再來哪裡呢下巴 那記得下巴不要做太寬 就是少量比較偏中間一點點 它就會所謂煎出來的一個效果 所以少量的帶一點點都沒有關係 好還有哪些位置可以做打亮呢 除了就是我們常講的T字部位 T字部位以及下巴這個位置之外呢 如果說你希望你的唇 這個位置上方的位置有點微翹 好你可以呢一點點我們利用它的角落 在這個位置 唇峰的位置稍微刷一點點上去 一點點就可以了 有沒有立體度就會增加了 好那除此之外包含這些位置 比如說像模特今天鎖骨 也可以稍微順一下一點點 好那當然就是夏天啦 如果說你在秋冬來講 可能這個位置你穿的服裝比較厚 甚至有包覆住的話就不需要做都沒有關係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所來聊的 就是我們的輪廓的修飾 就是我們的修容以及打亮的位置 歡迎大家一起追蹤CBook